捷運發生殺人事件之後 也發現說乘客真的會害怕搭捷運 所以滑江橋往北市這個方向 公車載客量是增加了四成 我們可以看到北捷其實昨天整體的運量 比起上個禮拜四同一時段減少大約 七萬四千人次 江子退站的運量則減少了一千八百多人次 此外昨天上午從新北市板橋方向 經滑江橋往北市的公車載客量明顯增加四成 勾車業者因此也緊急加開班次來應應